歡迎回到4月1日的《星魚紅中》 4月1日的漁人節 但現在在環球局勢來說 誰是最被漁龍呢 因為這個星期 馬英九 前總統 前總統去中國 現任總統 蔡英文 現在去了美國 然後就啟動長達10天的美國與南美之旅 去魏甸馬拉拉和伯利茲 現任和前任總統都同時出訪 兩位總統出訪的姿態 對現在的台外命運 都會作出一個長遠的影響 歷史上都應該會記一筆 很重要 馬英九 兩個總統 北約而同都有一個共同目的 都希望台海和平 安全 保護台灣人的福祉 但是兩個人的出發點和理念 南緣北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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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那種的想法 就是能戰先能和 昨天他去了 他現在還在美國 之後會去魏地馬拉和伯利茲 其實他昨天出席了 Huston Institute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Huston Institute 就是說他頒了一個全球領導力獎給他 就是獎勵他 勉勵他領導力 怎樣領導台灣 一個自由的國家 他就說了一些說話 他就說不穩定的台海局勢 就會給全球嚴重的經濟 和安全帶來風險 安全風險 他也說到歷史告訴他 最佳的備戰方法 就是讓自己有實力 他說不穩定的台海局勢 就會帶給全球嚴重的經濟和安全風險 所以台灣要強化安全合作 全球不同的國家 是要強化安全合作 蔡英文這個講法就很清楚了 第一方面他增強軍力 繼續買更加先進的武器 這幾年的策略都是這樣 而美國也似乎在這方面 將門口開大了給他 第二就是繼續聯繫著世界 這方面 雖然你說剛剛早前 洪多拉斯跟中國建交 令到台灣正式邦交國也有13個 包括現在他會去訪的 黎尼瑪拉和白尼茨 其實黎尼瑪拉已經有點危險了 但問題就是 你看到台灣的外交空間 如果你不講邦交國的數字的話 他說空間過去幾年 實際上比以前是闊了 你看到最近捷克議長 又去了訪問 而訪問的時候所說的話 你知道捷克其實跟中國有邦交的 捷克也是中國所謂 全世界八十幾個支持 一個中國政策的國家 但是捷克議長去到台灣 跟蔡英文見面說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也不是唯一 因為早前的立陶宛 那些國家政治高層 去到台灣都講了類似的事情 所以其實就分一兩件事來看 正式的一些外交 你就中國透過金錢外交 繼續壓縮這個 所謂對台灣承認的國家數字 跟著就說 大勢所趨啊 全家八百十幾個國家都承認了中國 這個中共在宣傳上就這樣說 但是在實質的角度 台灣正在加強跟國際社會聯繫 他的國際活動空間 沒有比以前少到 反而還多了 這也是近幾年 很清楚看到這個事實 所以今次 就是馬英九就說 前總統去到大陸 擺出的姿態又如何 大家有眼看 蔡英文去到美國 跟著去南美 跟著又回到美國 據說這次 還會跟眾議院院議長見面 這個可以說 立任總統去到美國 過境 能夠見到的最高層的人物 這個也是一種 全球格局的一個啟示 我覺得 這個啟示 你現在看到 台海處十字路口 兩方面的行程 你對於台灣國內來講 究竟支持哪一個的和平之旅 兩個都是和平之旅 馬英九的和平之旅 就是綏正政策 他一開始之前 他啟程之前 就跟你說 就說 蔡英文 這個正直 就是台灣邦交國 又被撕了柴 撕了一個洪都拉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馬英九去 你也要拿個說辭 他就說 其實蔡英文自己要反省一下 正正就是 因為你和我 他以前也說過 你和我當總統的時候不同 我當總統的時候 因為我和中共對岸 有九二共識 所以才可以和平這麼久 我的邦交國 只是斷了一個 那個還要自己拿來衰 自己國內的問題 好像是江比亞 蔡英文 嘩 流失了九個 其實數字上是很多的 但是 馬英九的說法 正正就是 由帳面數來講 我當總統成功過你 如果你說 做外交政策來講 但是 是不是因為 你 拜中共的所謂九二共識 因為有九二共識 所以換來和平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我也要問你 你現在所謂九二共識 究竟那個共識是什麼 九二共識 其實全清的是什麼 一個動作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但是現在我看到 有共識的部分 就沒有各自表述 沒錯 有一個中國 但是沒有各自表述 第二 如果你馬英九 去到對岸 去到訪中的時候 你可以 這些雙向 我拜一個中國 但是沒有各自表述的權利 他連正式說自己是總統 都不敢 不敢 是啊 而且你說 所謂九二共識 我早就已經講過了 中共最喜歡這樣 先畫一圈圈給你 你承認那些圈圈 你不承認那些圈圈 我就不跟你談 我就打擾你 但是這個圈圈 就任他畫的 所謂香港紅線一樣 所以九二共識也是一樣 又沒有文件 又沒有協議 純粹一個很簡單的 Statement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你說的時候 台英文大可以說 我現在就是各自表述 還有這個各自表述 還存不存在 是啊 你有你的中華民國 他有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不相干 大家都是中國人 但是各不相干 大家尊重互相的存在 正黨與正黨 大家尊重互相的存在 但是馬英九 這次去到中國的時候 人家不承認你是前總統 只不過是說你是台灣的前領導人 黨媒怎麼稱呼你呢 是先生兩個名字都沒有給你 先生這個稱呼 蔡英文 就叫直呼你這個馬英九 馬英九 是啊 是啊 就算是國台辦主任 宋徒 前天也是叫你做馬英九先生 是啊 就是說你當了前領導人 對這個台海有貢獻 但是 這個其實有少女藏刀 第一 就跟你說 這個就是當著你馬英九面 而二任台灣 抹了你總統這個名字 第一 就說你先生 第二 就是說 兩岸是一家人來的 有共同的血緣 文化和願景 誰都不可以把兩岸人民分開 這句說話是否以有所指 以有所指是什麼 誰都不可以把兩岸人民分開 即是蔡英文 你想想蔡英文也可以 所謂搞台獨的 除了蔡英文之外 你得到國際社會 撐腰的 家裡的事好商量 多商量 現在跟你商量的 就是前總統 是的 但是 現在不跟你商量的 就是現任總統 沒錯 這個又是否又就是 這個 紫松馬懷 就是在罵蔡英文 在你面前 去罵蔡英文 我是拜託你 馬英九 因為你在你在任的時候 你堅持九二共識 又反對台獨 馬英九 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前總統 你覺得 如果你說這樣 是被對方議任 是被宋濤議任的時候 你得不到台灣人的應同呢 所以你看到這個台有很有趣的現象 台灣方面 你不要說民間 台灣方面 你見到國民黨 對於馬英九 這次 所謂的祭祖之旅 和平之旅 事實上都相當低調 是 他高層領導人物 沒有多少個出來說話 朱立倫就說了少少 沒有說話 朱立倫有說的 朱立倫有說的 但其他都說很少 但其他都說 國民黨 那些出後起之秀 或來界選舉的希望 那些人 一句話都不敢說 第二 你作為一個前總統 你當年做總統 說得這麼厲害 那 你當年做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能力 以台灣總統或領導人 去訪問中國先 沒有 最多都是在新加坡阿守 當時都是為你 國民黨選舉撐牆 那你現在 將現在抬起緊張 就歸咎於現在現任總統 那政治倫理上 很有趣的 你看到世界各地的政治倫理 都是民主社會的政治倫理 就是前總統 你曾經做好總統 你很少直接 赤膊上陣 去唱現在現任的總統 好少是這樣 你的黨有怎麼做 你這個黨有怎麼做 差不多是 即是賣台 這些 你看到 藍營人士 國民黨那些 你對馬英九 那個坦戶 其實都是被重就輕 譬如 馬英九 去了南京總統府裏面 看著孫中山的同將 就在這裏說 即是 他說 馬英九 他自己說 這個 他說 他對著馬英九 對著孫中山 說 孫中山先生被我大 98歲 他就在1912年成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我就在2008年 亦都是差了96年 你看到他一邊說的時候一邊想 但是 那些人看片的時候 看片的時候 看到 有些人就說 錄影的媒體 斷章取義 就說 我當了這個 孫中山 1912年的時候 做了臨時大總統 我都在 我都在 當了這個 但不是 但現在 他原字的紀錄 就說 我 我是差了 這個 趙氏六年 但是 現在 綠營媒體 就說 剪了出來 就說 這個 就沒有了96年 即是說 講到這個之後 後面那個總統 這兩個字 他自己都不敢說 他自己都不敢說 即是這樣 如果你說 你要去 即是捉字室 這樣去講的話 就是 有些 就是 支持國民黨的 那些社交媒體 就是在罵這個錄營 就在說 斷章取義 但是 是不是這樣 就是可以 等於幫 馬英九 挽回一些尊嚴呢 因為其實 他就算已經說的時候 他那時候做臨時大總統 我也是 做了這個總統 為什麼不說得出呢 即是 你可以爽快 你說人家怎麼可以取義 實際上 馬英九自己都自我閹割 你想想 你想想 你自己當年出來選 到後來再參與 即是 參與 連任 你當然要選什麼 你就是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做了八年 都是中華民國總統 但為什麼去到大陸 你連這個title都不敢說 為什麼不敢說 如果你真是相信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的話 那為什麼連你自己 曾經做了八年 這個崗位 這個崗位 正式title 你都不敢說 你說大陸媒體抹了你 這是你的事 但你作為 曾經做了這位八年的人 連這句說話都不敢說 那在顯示什麼 你看到他這樣 抖抖抖抖抖 其實他都不敢爽快地說 都好像是 是很介懷 對方怎麼想 對方 這個是 另外就是 你不僅止說 這個 然後你說 朱立倫 跳出來就說 陸形的人 就是 雞蛋裡面挑骨頭 雞蛋裡面挑骨頭 但是有些說話 真的很過分 真的有些賣台之嫌 譬如 去到武漢 抗疫紀念館 在大讚武漢 抗疫做得好 做得好 做得好不止 還對人類有貢獻 對人類有貢獻 都還未夠 他還在反攻自省 還在說 蔡英文當時 他在武漢肺炎 爆疫之後 安排了包機 帶走台灣人 回去台灣 令到 中國當局 帶來了困擾 大佬 說到這樣的時候 你用不用 所以我覺得 馬英九 第一 就是一個前總統 你親自赤膊上任 去調查現在 接任的政府台 已經很有問題了 第二 你整個態度 擦鞋擦得太厲害了 他講說 確保抗疫 對人類有貢獻 同時 《人民日報》 出了一篇專題文章 七千多字 強調中國三年抗疫 完全正確 批評西方國家 在他們立場上 中國疫情防控 怎樣做都是錯的 這樣 互相呼應 你連說這些事 連事實都有錯 事實都有問題 是啊 你還要在罵自己當時 你是不是在私院行線 只要是陸營的 是你的政敵 你就做什麼都是錯呢 甚至是賣台 我覺得他是賣台的言論 因為其實 當時蔡英文包機 帶走台灣人 這個絕對是保護台灣人的生命和安全 他作為台灣的領導人 先不要說總統 他這樣做是很正常的 你竟然覺得不好意思 帶來困擾 你是不是瘋了 這個真的是 就是為了要打擊 打擊政治上的對手 就什麼噁心的事都不怕說 但講到這裏的時候 朱立倫的那些 又收了聲 不說了 也不敢說 侯友如那些 也不敢出聲 侯友如這個新北市長 將會是很可能 他選這個總統 這個時候不見他出聲 這個時候應該說一下 他現在 在來屆選舉 有機會 有位置 那些 基本上這次 在馬英九房 這個行程裏 都十分之低調 那就是 打算是 叫做悶聲發大財 悶聲發大財 你拘捕了 就拘捕了 就拘捕了 不要如我 你想一下 現在馬英九很簡單 第一 就讚中國 讚得不得了 甚至乎 背離事實 都敢去 他昨天 就說 搭高鐵去長沙 連高鐵都拆了鞋子 坐得很舒服 你用前總統的身份 就好像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言人 做共產黨的代言人 幫他賣廣告 你這樣還有沒有尊嚴可言 你只是說武漢肺炎 這件事 已經不能跟你去辯護 對不對 你說捷運 又是好笑 你說高鐵多厲害 台北搞捷運 台灣搞捷運的時候 高鐵這件事 都未被中國宣傳成為 中國新四大發明 你現在反而為他拆鞋 拆得很噁心 你現在所說的 就是大家要很商量 大家都是中國人 之前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是 真的很激動 心情很澎湃 大家都要中國人 要站起來 要自強自立 然後兩岸 哪一邊都好 大家都是中國人 爭在未團結一起抵禦愛敵 去到這裏 其實跟這個 明言 說支持統一 其實是只差一度 這句說話 是說到 即是 跪的跡象很明顯 跪的 配合中國大陸的宣傳也很明顯 配合中共的需要 在言論上 否定蔡英文也很明顯 整個所謂製組之旅 就產生了印象 所以 其實對於台灣明年的選舉 國民黨怎麼判斷 馬英九這次仿華之行 製組之旅 帶來的是一個好處 還是壞處 是一個資本 還是一個負債 我相信 你看到他們的沉默 你就知道 反映到 大家都知道 已經有些事情了 以及你再說下去 你現在所說的九二共識 我再說 你還有沒有生存空間 在九二共識之下 你可不可以確保到 中華民國可以永續下去 老實說 你看看一國兩制 你就知道九二共識 是多可笑的 如果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一份國際協議 有大文本 暢實聯合登記 都可以搞成這樣 你還送一個 連一紙協議都沒有的 就是九二共識 是啊 你說得好笑 但是九二共識 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2020年的年頭的時候 習近平這個 所謂的《告台灣同胞》書 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是啊 正正是因為習近平 他自己揭開一套皮 自己告訴大家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所謂各自表述 就是一國兩制 要是要不要就罷就 是啊 那一國兩制是怎樣 大家要看 但一國兩制是怎樣 大家要看 但是偏偏 其實在前年 兩年前 他自己說的 兩年前 在人大 是2895票 一票棄權 零票反對 通過了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的時候 馬英九自己說的 馬英九自己 自己就向媒體說 這是令到一國兩制 構想已經正式進入歷史 宣告死亡 是你自己宣佈了一國兩制死亡的 是啊 那你現在 你坐中了 走過去 還在說九二共識 你是不是在做夢 這些就是所謂的義律背反 九二共識 就是台向和平的保證 但是九二共識 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那你自己說的 可能已經少了 你可以買到避戰 你現在就是避開戰爭 但是你避開戰爭的時候 中共也是避戰 但是那個避就是準備的避 不僅是武統的準備 還有不同環節的準備 其實現在就是 那個挑戰 就是挑戰你現在 你中華民國的國體 就不會再有現在中華民國 還可以自己選總統 將來只有特首 是啊 到時候 你想想最新的說法 就連保持自己軍隊這個 都不再說了 是啊 好了 另一副鞭箱 蔡英文怎麼樣 蔡英文現在還在美國 就是在錄音期間 但是 你看到 這個《華爾街日報》 這兩天以來 其實都有很多 那些來自白宮的消息 告訴他 拜登政府是想低調處理 蔡英文訪台 訪美的 事實上很低調 都已經很低調 非常低調 美國官方也很低調 是啊 甚至乎講到明 不會派官員 就會去接待蔡英文 是啊 而蔡英文 她昨天只不過是 去了Hudson Institute 那個 裏面做拿獎 就說了一番說話 但是 你給足面中共也好 中共其實都是 喂 你給他面子 都是沒用的 這個叫做衰靜政策 為什麼會失敗 這個獨裁者 只會是 得寸進尺 他就會得寸進尺 看到你示弱 他就會踩上心 你猜他會因此而 多謝你嗎 他不會多謝你冷待蔡英文 為什麼你給他過檢 是啊 他甚至乎他昨天又軍機擾台 是啊 幾招齊法的 軍機擾台 然後呢 就向這個 危地馬拉喊話 是啊 叫做危地馬拉 你現在接待蔡英文 來訪你們國家 他叫你是時候 作出正確的選擇 是啊 不同的事情 做足的 是啊 那麼就好了 其實你現在去到這樣的時候 拜登 他一直以來 他所說的所謂的湖南政策 和中國的湖南政策 這也是所謂的 四不一沒有 四不一無二 即是不打冷戰 不改變你的國體 又不會跟你對抗 亦都是沒有想顏色革命 說得這麼好 但你現在 你所做的什麼 就是鬥真閒先 鬥真閒先 他去俄羅斯 好地利 總之 你給我蔡英文來 就不可以 就這麼簡單 就算你不 官方接待他 也不可以 就這麼簡單 你看到 之前 這個 沙利文 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 上個禮拜 才打電話 跟你在王毅講 已經哄你了 喂 我們不會接待蔡英文的 不會這樣 你不需要反應過激的 真的 但是如何呢 你看到 現在習近平也是這樣 又不可以看不到 是不是也要給你一點顏色 我覺得這個 一方面 當然對國內宣傳很重要 對國內宣傳 我們一定要打蔡英文 所謂賣國賊幹奸 第二 很明顯 當你知道這次的底線的時候 他希望你下一次再去底線再退卻 是啊 這個就是得寸盡赤 所以沒有用的 你現在是水淨政策 這個所謂的護欄 我覺得 跟水淨政策沒有分別 所以呢 就是昨天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 Kirk Campbell 他就說 中美關係 仍然未能夠成功建立護欄 但其實過去兩個星期 你看到沙利文主動找王毅 又跟華爾街日報放風 我們會冷待蔡英文 原來沒有用的 其所謂的護欄其實很簡單 就是保持著溝通管道上通 大家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裏 不要撞車 不要撞車 好了 現在跟你說完了 你以為有一個護欄 但誰知現在他仍然都撞過來 是啊 仍然都撞過來 他說 美國已經跟中國 美國已經向中國表明華府準備好 再搞這個元首通話 是的 美方也打算 保持兩國溝通管道開放 亦都表示 中國不願意 但是他說 我們釋放這麼多好意出來 但中國竟然是不願意 跟我們一起參與 建立護信 危機溝通 和熱線的對話 他說 他說兩個國家的軍隊 彼此在附近行動 是有需要建立類似冷戰時期的聯絡機制 其實是 中共的韓國策略也是這樣的 他就算跟你說 那個護欄在哪裏都好 這個護欄是一個紅線 他隨著政治需要調動這條線 你見到拜登就好像很有好意 但是也證明了他天真的一面 你看香港就知道了 他的目的一定要 這條線是由我去畫的 任何一刻 一國兩制如是 中英協議如是 基本法如是 國家安全如是 現在所謂美國的 所謂的湖南觀念都是如是 他永遠要保持法求權 其實一個國家各自表述都是同樣的道理 其實你剛才Cat Campbell這樣說 其實已經很接近一個警告 我已經表示好意 你不批評我 敬酒不喝 是不是要喝佛酒 其實是只差一步 我現在請了你喝敬酒 那你是不是要喝佛酒 我撤湖南 你不批評 那就撞車了 撞車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氣 這個不僅是Cat Campbell自己去說的 傳統基金會 他前天也有一個最新的報告 美國之音前天也有報道 他確認 美中已經打響了新一輪冷戰 美國必須清楚面對現實 拜登不要再睡覺了 而他最重要的警告就是 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局面 還要比美蘇時期的冷戰 因為中國不太可能支持境外的革命武裝叛亂 而是更加願意通過影響力 和使用經濟實力 去達到地緣政治目標 而他說兩國的特質 已經越來越有冷戰的所有特徵了 但是和上一場冷戰不同 中國是比起蘇聯的巔峰時期 更具能力和危險的對手 所以你現在還在說湖南 不是的了 你所謂的湖南 如果你任何湖南概念也好 所謂的國際協議也好 法律也好 如果你中共仍然維持著一貫的做法 就是說 就算我簽了任何東西 說了任何東西也好 到頭來的定義權也在他那裡 這樣的話這個湖南就完全不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然後喜歡就捉人 喜歡就捉人 有個美國有個基金叫Mint 最近又被人突然間搜捕 抓了四個人 抓了五個人 五個人四個人 日本又有 日本有記者 剛剛回來又捉了記者 《華盛頓日報》又有記者 《華盛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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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日報》有記者被捉了 這是第一次 三十多年來一次捉美國記者 其實不是準備打 已經打響了 是啊 你最後會怎樣呢 大家都會減少投資 我對你不相信 你又不相信 我 起碼美國看到 我的人民 在你那邊越來越不安全的時候 我就會撤人 是啊 過往中國搞 都是搞瑞典 加拿大 這次就捉美國記者 又捉他們做基金 是啊 所以你說 現在的情況就很清楚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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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d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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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ze